好,来看到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31号下午办理了两场改变才有希望的讲座 分别前往了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 以及太平洋海洋公园的剧场 县长徐真伟以及立委傅昆琪 以及党员们都共同来参加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31号造访台东争取基层支持之后 下午这次来到吉安厢浩克艺术村 和太平洋公园两个厂次办理 改变才有希望的演讲 既然许仁为立委傅昆琪和继承党员们 共同来参与 主席候选人表示 民进党政府不做的地方 宣誓和国民党可以做 恢复两岸稳定与美国关系 建党2022、2022时在公平公正 不是我推出最强的候选人重访执政 只有让二马的民进党 无能的民进党 贪污的民进党下台 我们国民党重新执政 台湾才有希望 中华民国才能重新站起来 大家说对不对 要赢最重要 明年年底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也是未来党主席最重要的任务 主席人如果受到大家的扶托 我要整合全国的力量 让我们国民党明年一定爱赢台国好不好 好 2024年我们全党团结 结合社会所有的力量 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我们绝对无私无我 推最强的候选人 我们才能够重返执政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打一个话好不好 好 国民党要赢 除了我们要团结大家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理念 什么是国民党 国民党绝对不是民进党 绝对不是小绿 国民党也不是小白 我们就是正兰 今天手中拿着国旗的朋友们 什么叫正兰 就是孙中山 我们的国父 创建国民党 创建中华民国的阵来 大家说对不对 诸位人表示 国民党如今 只证14个县市 有19个县市正副议长 都是国民党 却被民进党欺负成这样 实在是太离谱了 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 加上立法院党团 绝对可以发挥作用 获得社会的支持 记得九龙一 今天想不到